新开小带您关心到 警局旁边竟然爆发了斗欧事件 新美式卢州一名理性男子 昨天深夜到了KTV欢场 离开时看到路过的侯姓男子 觉得不顺眼 抽上钱去赏了对方一巴掌 双方朋友见状 爆发激烈肢体冲突 13个人打成了一团 警方派出了快打部队到场 对空连开两枪 才成功控制住场面 你干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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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TV大门口 双方人马一共13人 不知为何发生了大乱动 警方30秒内赶到了现场 还连开了两枪 控制住局面 啊 押下 押下 过来 虽然有人乖乖听话 但有人嘴巴还是不安分 直呼被警方压制好不公平 更呛瞎 要撂人 给对方难看 你干嘛 啊 他们不用拍啊 你会被人开枪啊 我这样子这么要去压 你干什么啊 什么啦 爬着就对了 你吵什么啦 咬什么棋 难道是港片看太多吗 事后一共13人通通被警方带回 厘清案情 而事发在新北市芦州区 嫌犯李姓男子24号深夜 跟好友在KTV欢枪后离开 在门口碰见了猴心受害人时 认为对方不给好脸色 态度又很嚣张 竟然就冲上前去赏对方的巴掌 结果引爆13人大乱斗 幸好事发地点就在警分局隔壁 远警到场连开两枪 立刻控制场面 那个喝酒醉的 然后乱骂我们这边的人 结果人家就冲过来打 打我们这边的人 打起来就这样子 认为路人的态度嚣张 所以动手对其打巴掌 后续双方拉扯纠纷 双方互不相识 被打的打人的 这下都被依妨害秩序伤害罪移送 打架闹是不看地点 好在警方强力执法 才没让冲突扩大 记者呈当张世奎胡伟伦 新北市报道